台北市政府打算要把西门町商圈在部分时段列为禁烟区 不过西门町原本就人潮众多 观光客又密集 要怎么样有效地劝导管理呢? 台北市长特问者表示 虽然是有难处 但是基于健康 抽烟对身体完全没有好处 应该要把禁烟当成全面运动来推行 有抽烟习惯的民众 未来如果在西门町商圈抽烟 小心可能吃上一张一万元的罚单 因为台北市政府打算把西门町列为全面禁烟的区域 它是一个文明的象征 然后对环境各方面都挺好的 这样子也各世界各地的旅游客 都会比较去环境比较好的地方 有时候会觉得麻烦 但是就像我们在室内也是没办法抽烟的 但是我觉得越控管越多 也可以让西门町者抽的烟比较少 西门町人潮众多 加上又有观光客 附近有些商家担心会影响生意 多少会 抽烟的人大部分都是在外面 里面的我们不会让他抽烟 台北市长特问者表示 的确有难度 不过抽烟对身体完全没有好处 站在医师的立场 也为了市民的健康 禁烟是应该当成全民运动来推行 北市卫生局将计划在西门町商圈考虑选部分 时段像是每天晚上六点到凌晨零点实施全面禁烟 利益虽好 但也有人认为这样根本对抽烟的人赶尽杀绝 应该要有配套措施 记者李志华林郭黄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